歡迎回到夢想街57號 我手上拿的這一本 這個存折的話 其實就是林小姐 在當地所開的一個戶頭的存折 那現在我把它打開來看 裡面基本上是沒有錢的 因為它也沒有去刷本子 搞不好它有返還的一個金額 我問一下那個田島 這一個本子 在台灣到底能不能刷 沒有辦法 因為它這個是沒有尺條的 所以它裡面沒有尺條 也就是說沒有連線就對了 如果有尺條的話 台灣也是沒有辦法刷 要到廈門去 那它這個本子的話 如果要知道裡面 到底還有沒有金額在裡頭的話 必須跑去哪裡 回那個圓開護航 那我問一下那個 後來二叔的女友跑出來了是不是 對 因為那個二叔已經不見了 你只要跟他要錢 他不見了 對 那女友是怎麼說的 他女友 女友那個是一代老總 當初收錢的時候他有沒有在 有 兩個都在 林小姐 你跟那個二叔的女友是怎麼樣 透過LINE在交談 因為他都沒有回 所以我就直接先問他說 二叔是不是也在大陸 那什麼時候回來這樣 然後可是你看從8月31號 一直都沒有下文 後來我就直接問他說 我覺得你們在逃避耶 然後後來有 他都沒有理你啊 對 二叔也在大陸嗎 何時回來 我覺得你們都在逃避耶 然後10月了 你是幾月去啊 4月份 幾月缴錢的 3月份去 3月底 4月出缴錢的 4月出缴錢 然後已經到10月份了 現在還在逃避嗎 然後呢這個 我還在等你的消息 然後請問何時把正的錢還給我 到底是怎麼樣 都是你在講話耶 對啊 他都不理我啊 他都不理你喔 然後呢對方呢 就會打個電話 最近事情比較多 沒有忘記你的事情 每次都這樣講 那你另外一半呢 就整個像消失一樣 二叔從此沒有了 對 就不見了 好 來 你們還在一起吧 結果他怎麼說 沒有理你喔 請問現在是怎樣 請問你們到底是不是 要把剩下的錢還給我 而且呢我真的不知道 你們所謂的隔月返還 一萬九到底有沒有返還給我 若有呢也將把剩下的這個 15萬還給我 計算如下 你就把它扣掉了這樣子 但是呢後來的一個情況呢 對方也都沒有理你 到現在為止的話 你跟那個樂成的話 你都沒有聯絡到是不是 但上禮拜 已經到11月了喔 對 那時候有通話 通話時間有8分鐘 那時候他又打電話阻落 那他講了什麼 他就講說 他第一句話去問我說 你們今天是不是有去25家 我說我沒有去啊 他說呢 因為今天有人去他們家 然後在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說 我絕對沒有去你們家這樣 所以maybe有其他的 你去看我